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翼翼 我們現在打一下復刻的木摩姆 地獄及慾望罪孽的圖騰 那這一張摩姆的話可以不用練 拿一張放著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關卡其實離現在還蠻近的 你甚至可以看到他有進場限制 就是只能使用單一種族 好那這個關卡其實 當時是要舒服給全能解放的黑金潘朵啦 所以不管說你等一下看到敵人啊 或者是這個成就 應該都不難看出來 他就是要做球給潘朵啦 好那其中比較容易卡住的就是妖精成就啊 那距離第一次出到現在 其實真的新增了比較好打的 那個妖精大概就是黑金的嘉嘉老師 那你如果沒有嘉嘉老師的話 可以去參考一下 頻道過去第一次關卡出的時候 發布的妖精影片 有包括像是木打吉啊 或者是ALO的同仁都可以稍微参考看看 好那等一下一樣會帶大家 用不同的隊伍來做一個好打 以及解三成就的示範 那第一隊我們就先來使用 全地獄樂配置的大獎話沒玩哦 隊伍跟龍科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先抓妻子不守銷 先偷一個回合 好第二回呢我們就開槓的記憶 記憶 然後記憶 好那這邊我們就火騎手全板塗過去就可以了齁 左邊守銷全木 已經都被你變成一銷 木珠已經都被你變成一銷了 要消到全部應該是沒問題 那右邊反手消水 槓解游無視 所以就交給槓去打就可以了 OK來這邊就可以把第一關收掉齁 好接著來到第二 好第二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妻子解鎖 好來接著我們開化眉丸的忌餓 這邊先破他隱身 好來接著我們開記憶然後點光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抓化眉丸全板塗過去齁 OK 好全板塗過去就是黏絲全碰的意思齁 好那這邊也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的話呢這邊火三十幾盾齁 我們先開化眉丸的忌餓 剛好直接接到球啊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開妻子 好然後我們就火騎手把中間四格黏絲碰一碰就可以了齁 好啊你說你要把板面轉好看一點的話也可以 你就把板面稍微削一下 OK 好就是不要碰到暴風就對了齁 好這邊就帶過去 好第二條血的話呢我們一樣開化眉丸的忌憶點火 好來接著我們開龍科之力 好然後我們開槓的忌餓加忌一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一樣火騎手把全板塗過去 你就先把心變成忌豬豬一消 好那如果你藏到火特別少你要記得齁就是 對 對面還有手消全板所以你要記得把火全部黏起 好不過其實忌豬豬都已經變一消了啦 所以這邊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才對齁 來這邊就帶過去 好來接著第四 好第四的話呢我們就開化眉丸的忌憶然後我們等一下點光 好那這邊就一樣喔 好那這邊就一樣喔抓化眉丸全板塗過去 全板塗過去就是把黏絲全碰 OK來這邊帶走沒問題 好接著第五 好第五這邊的話呢我們可以開個左切 好然後我們再開個龍科之力 好然後這邊我們開槓的忌憶 好那這邊我們就火騎手喔一樣把全板塗過去就可以了 OK 好那這邊是五屬極盾 剛好啊那個龍科之力齁 會讓那個原本 呃會讓隊員追打原本屬性 那先太就剛好可以打水 那我們這對水火木光暗就都有了齁 所以對面的五屬極 我們是可以直接順利打穿的 OK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七子 好來接著我們抓化眉丸 然後一樣把全板塗過去齁 好你怎麼走過去就怎麼走回來 好那我們就回原位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一血這邊就直接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第二條血呢 這邊我們直接開左切 好那這邊我們就直接火騎手送他 就可以了齁 好那這邊的話呢是第一隊的化眉丸 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第二隊 好第二隊的話呢 我們就來使用黑金的嘉嘉老師 來解一個一次三成就齁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都有打在旁邊 這隊的話呢稍微用一下時光牌 那個真實與夢境的混淆 這個是只有二星的牌 主要用來解五屬級 我們就是讓全隊追打那個五屬性射白白 直接射穿五屬級這樣就可以了齁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呢 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這邊我們先開地獄嘉嘉 好然後我們開加加飢餓點水 那還記得嗎 我們說加加分開成不同兩隻開齁 左邊開飢餓 那就換成右邊開飢餓 好那這邊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 好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二 好第二這邊的話我們先一回合送他沒關係 好第二回呢我們就一樣開地獄嘉嘉 然後我們開嘉嘉飢餓點水 好那這邊就一樣送他就可以了 好沒有再多任何的天將就剛好是二十康齁 好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個紅珊瑚 等一下要追打二十次火出去喔 就是靠紅珊瑚來幫忙了 好來接著我們開地獄嘉嘉 好然後我們開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然後我們開嘉嘉飢餓 好那這邊的話呢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喔 好每個人追打五次火出去 好那這個火二十集就可以順利收掉了 好來這邊帶走喔沒問題 好接著第二條血呢這邊我們就一樣開地獄嘉嘉 好讓我們開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這邊本來是有木珠進銷啦 但是嘉嘉無視那個浮石進咒喔 所以這個滿板盾直接順利處理掉 好OK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一樣喔地獄嘉嘉 好然後嘉嘉飢餓點水 OK來送他 好這邊一樣帶過去沒問題 好第五 好第五這邊的話呢就是我剛說要處理五屬級的地方了喔 那就是等一下要追打五屬色白白貫穿進去 好那這邊我們先開嘉嘉的飢餓點水 好然後我們開嘉嘉的飢餓 好那我們先記一下喔剛剛是右邊開飢餓喔 他其實會發光啦你就看他發光的這一隻 好那我們這邊開飢餓 然後等一下我們抓著這一顆流光珠大力轉喔就這一顆 然後轉完的時候我們塞進那個右邊剛剛開招的那一隻喔 好那這邊我們就大力轉 好那這邊其實本來有軌跡隱藏 但是因為嘉嘉的技衣吼 塗過去會有那個添加為妖竹珠的效果嘛 所以這邊就不會被軌跡隱藏干擾到 可以安心轉 好這邊塞進去OK 好那其實也不用掉附隊那一隻啦 應該對第一隻就已經射穿出去了齁 這個色白白真的是非常的兇猛啊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王一這邊的話呢不用開招 我們就直接開嘉嘉的技衣就可以了 不是不用開招啦不用開固板啦 好那這邊我們就直接大力轉 好那一樣喔就是大力轉 指的當然是盡可能拉高C數這樣子 OK 好那技衣有無視反手消 所以消到木珠不會怎麼樣齁不用擔心 OK來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有問題 好接著第二條血呢 這邊我們開一下連南西 好來接著我們開西施 好然後這邊我們開個龍科之力 好那我們就依序喔 圖稱水火木光暗 這樣子就可以了齁 因為對面還有滿板盾啦 然後又要轉五組不一樣 然後又要20C 所以這邊考驗的就是我們如何把滿板的5C變成20C 所以這邊帶一個加C角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加C的話他天降 嘉嘉老師天降兩波下來剛好是 那個19C齁 離他要的20C剛好差1 除非你用吼的啦 不然加C角色我覺得還是稍微的需要 要不然就是用龍科之力稍微補個 不是龍科之力 用時光牌那種可以加一康兩康的也是可以齁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開嘉嘉的技術 好然後點水 好那這邊就直接送他就可以了齁 好那這邊是嘉嘉老師解三成就 等一下我們就來使用最後一隊喔 好最後一隊的話呢 我們就來使用全神劍合作配置的大獎飛春劍星來做一個通關喔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一樣是都有打在旁邊 如果說還有疑惑 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我們開自己的劍心選擇雙龍閃 雙龍閃是右邊這一個 好來接著我們開小薰 好然後這邊我們稍微把水珠隔開齁 好那轉完的時候我們草席去做一個直切就可以了 OK 好這邊就帶過去 好接著第二 好第二的話呢我們先開個災藤解鎖 好那解了之後呢我們開明驗 隨便點就可以了 因為你不管點哪一個橫行 他都跟原本長一樣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轉成直行 稍微吃個昇華 好啊你也可以把板面切成10C 好那轉完的時候喔 這邊是要雙擊草席喔 因為對面有隱身 好那雙擊就是對著你的螢幕點兩下喔 這樣子他就會有一個直傷效果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隱身破掉了 OK 好來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呢我們先開小薰 好啊我們先隨便1C送給他就可以了喔 記得是屬性珠喔 你不要先出1C 因為新珠1C的話是沒有辦法發動攻擊的喔 好那這邊轉完我們先做一個直切 好那接著第二回的話呢我們開小薰 然後迷焰喔隨便點就可以了 好來接著我們開副隊的劍心選擇雙龍閃 雙龍閃就是右邊那一個 好那我們這邊抓著副隊的劍心手銷 然後轉完的時候呢我們一樣去做一個直切草席喔 好來這邊直切 好那這邊30下正式打掉喔 後面就可以正常輸出了 好接著第二條血呢這邊我們就直接開斬阻喔 好那轉完直切就可以了 OK 好來這邊再過去 好接著第四 好第四這邊的話呢我們開個迷焰 隨便點就可以了 好來小薰 好斬阻喔 好那轉完一樣直切喔 好 好 好這邊推過去 好接著第五 好 第五這邊的話呢我們開劍心選個龍草閃喔 因為對面就是要五鼠級嘛 好那我們就是開劍心選龍草閃左邊那一個 好來接著我們開迷焰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再開斬阻喔 好那轉完一樣直切就可以了喔 OK 好那前面的把五鼠打完後面傷害就正常輸出了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王一這邊的話呢我們一樣補一個迷焰 隨便點就可以了 來接著斬阻喔 好那轉完的時候一樣直切齁 OK 好一血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第二條血呢這邊我們就直接開斬藤 好那轉完的時候一樣直切就可以了喔 好那以上這邊呢是三個不同的隊伍過這個復刻地獄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